感谢观看,愿观看此士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,南北朝时期,北齐有一个叫祖廷的官员,自孝征,泛阳迪道金属河北荣城,人,此人才华横溢,历人秘书坚,尚书佐佛叶等官职,后生千相位,深得皇帝宠信,后因品行顽略,被皇帝点为地方官,此欲任美,祖廷出身于书乡世家,少年时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智,天赋极高, 学识磨会识磨,很多学问无师自通,他不仅诗文写得超级棒,还能说会道,擅长弹奏琵琶,可以自己谱取作词,精通摘捕之术,艺术和多种语言,祖廷集于众多才艺域一身的同时,还是个贪恋女色的色中恶鬼,疯狂脸排的守财奴,手法高超的梁尚君子,组定坚朝和朋友陈元康一起协计出游,公然在野外淫乱,还和朋友圆景县及其妻子群先群促, 与寡妇王室长期拼居在一起,他的口头禅室,丈夫一生不复身,祖廷善于参营,曾用胡桃油做画献给长广王高湛,并奉承他说,殿下有非常古法,笑着梦殿下成龙上天,说得高湛心花怒放,许诺说,若然,当时兄大富贵,高湛当乱皇帝后,提拔祖廷为中舒适郎,祖廷十分贪婪,对别人的心爱之物总,想住机为己有, 交周测试司司马云宴请同僚,丢料两货同别,司马云十分恼火,手下建议他对客人搜身,结果发现同叠在祖廷的怀中,无独有偶,高湾宴请同僚,宴席间丢料一个饮酒的金婆罗,高湾一场恼怒,下令搜身,结果发现这东西被祖廷扛在料发迹中,祖廷单人上药城期间,风音盗窃国库药材胡桃油 被特职查办,高杨担任改相时,祖廷偷窃皇家藏书,差点被判处绞刑,高杨念琪曾侍奉过自己的老爹高欢,就饶料他一命,祖廷的朋友陈元康寿料虫伤快要死料,就写信告诉祖廷,说自己曾经在祖廷家寄存料一些机子,拜托他帮助取回来给自己的家人,结果祖廷藏起书信,私吞料25块金并,给祖廷两块赃全当封口费,祖廷偷到成匹,品情顽略, 却也有过人之处,曾主演料史上真实版的《空城记》,南陈大军兵临徐州城下,作为徐州的最高行政长官,祖廷邻微不惧,下令大开城门,守城士兵到城下静坐,城内则禁止百姓通行,陈国将是听不到机名全备,搞不清城内到底啥情况,不敢轻易靠近 当天夜间,祖廷下令突袭城下的陈军,陈军毫无戒备,军营大乱,四散而逃,在内无粮草,万无援兵的情况下,祖廷率领兵马间迟廖时延日,最终击退陈军,保住廖席周城 再次感谢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